你知道吗?其实金角巨兽并不是为了提升实力才在海底待了这么久 而是为了刺探情报所以才迟迟没有上岸入侵地球 因为金角巨兽刚出生时并不知道地球上的强者是否拥有击败他的实力 所以他在出生后没有急着上岸 而是找上了海域中的两只黄极怪兽 为的就是从他们那里打探地球上强者的实力 而在最新剧情中金角巨兽忽然强势登场 向地球发起了第一次进攻 很显然此时的金角巨兽已经从两大兽皇那里知晓了红河雷神就是地球上的最强者 在金角巨兽看来红河雷神的实力已经威胁不了恒星级的他了 所以此次上岸入侵地球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从他周密的部署和折服一年多的作风就不难看出 金角巨兽不仅强悍凶残就连灵智也完全不弱于人类 作为宇宙中名列前茅的星空巨兽 他的确聪明狡诈 让他作为吞噬星空地球片的最强boss也算实至名归 如今海域中的怪兽虽然已经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入侵地球 但任他千算万算也想不到 最终他不仅会被罗锋斩灭 躯体也会被夺射 给罗锋做了嫁衣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吧 Engineers poo